5月22日,2021年黄河石林山地百公里越野赛,受突变极端天气影响,局地出现冰雹、冻雨、大风、灾害性天气、气温骤降。 参赛人员出现身体不适、失温等情况,造成21人遇难。 当天,中心社记者在景泰县人民医院见到参赛选手王金明,回忆起惊魂时刻,他直呼当时太冷了。 什么东西,就是那个,不是那个保温坛吗?我自己拆的吧,拆了25,脑子知道想怎么拆,但是手根本就不听你使唤,拉不住,然后打不开。 我好不容易把它打开了,手又捏不住,风一下就刮着,眼睛睛看到它刮着。 王金明跑马拉松已有三年时间,今年报名参加了越野赛,出于初次参赛考虑,携带了保温毯、衣服等装备。 但他没有想到会遇到极端天气,让他跟伙伴天人永隔。 为增加获救机会,手脚没有知觉的王金明不停爬行,心中默念,活下去,见到家人。 爬到一个,相当于一个小山顶那种,不能没避风也没避雨,我就是不停,不停地爬呀,就让我的体温,然后一直保持住嘛,就是等待救援嘛,就是延长这个时间。 一直都想,想活着嘛,一直想见到自己家人嘛。 在这场生死救援中,有些人并不像王金明那般幸运获救。 参与一线救援的景泰县条山消防救援站站长陈文青接受采访时表示,遇难者冻僵在赛道旁。 先进了两个多小时到达山顶,然后在那边开始,主要是执行搜救任务。 刚开始在那边看见了一个,有四个人,有一个是有生命绩效,其他三个就是已经没有生命绩效了。 遇难者穿的就是短袖短裤,因为天气比较冷,都已经冻僵硬了。 目前,搜救工作已结束,143人转移至安全地带,8名受伤人员在医院救治。 据悉,伤员在疗伤同时,甘肃官方还安排心理专家进行心理疏导。 那么针对我们,就是他会在一周以内会出现急性的创伤和医疾障碍。 就像刚刚我们这个患者吧,他是前后组,前后的队员全部都已经受伤了,对他的心理创伤是非常大的。 说话这个过程当中,你能感受到他心里的那种内疚啊,特别复杂的那种焦虑啊,烦躁啊,恐惧啊,所有的情绪都在里面。 那么我们要根据这些情绪进行,就是说是整体的这样一个评估,才能进行下一步的,才干预的这样一个措施。